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确定再加上到目前为止 S&P 泛寒准公告的盈余几乎结束 所以从现在到三月底以前都是消息列非常摆动 而且小心谨慎你的投资一定要审慎而乐观 所以主播我就来谈谈从现在到一月一季以前的所有股市的情形 正如JP Morgan Chase的CEO Jamie Demon所说的一样 现在的整个的经济环境 should be very cautious to the soft landing 意思就是说现在任何的环境所有的环境都要小心而谨慎 因为有可能导致软着陆 这意外的悬外之音到底是什么 主播我有三点观察工作你的参考 从现在到降息以前 这些事情都可能发生 第一个 现在还是居于高利息 Mortgage rate 30年可能到了6.7到7.0左右 所以你可以看到高的利息对很多贷款的人压力都很大 无论是credit card 房贷 学贷 车贷 压力都很大 这也是你应该be cautious 注意的地方 第二个 那就是小型的地区性的银行 因为过去两年暴力升息 现在利息过高 小的银行可能有的就撑不过来了 所以有可能再一波的小银行都有可能承受太大的压力 因而轻盈不散 第三个观察 你必须了解而且注意周遭的环境的第三个 那就是Commercial Building 因为高利息过去两年三年 Commercial Building承受的压力都太大 因为可能付不出Commercial Building的房贷 就如同我们San Francisco 它的空屋率有可能到达35% 所以在在都证明利息过高 贷款的人承受压力不到太大 第二个小型银行承受的压力也过大 第二个小型银行承受的压力也过大 第三个当然Commercial Building也是如此 智慧人的话语那就是 那就是人行事为人要凭信心而不是靠眼见 所以你行事为人一定要凭着信心 勇敢的乐观审慎的布局 对于你长期的投资比较有乐观进取的好处 HOWERCHAN 陈上好 周一在雨过天晴的矽谷 跟大家来报道世界焦点财经 我们下次见